台湾族传统比里国宝艺师谢水能 在比里文化推广教师演习营上 亲自演奏传统古调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为因应12年国教 将文化资产纳入课纲 邀请皮诺地区教师一起从文化内涵 制作 吹奏到教案设计 培养比里文化的种子教师 带着一个使命感 我非常感动 能够有这种机会 愿意把你的这样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我们也深知 只有透过教育这个管道 这种附赠才有可能 如果光是靠文化部 这种是指在一个传承的机会 这个效果会很强 除了在部落传承 我们可以纳入我们学校里面的正式课程 然后呢 让这个教学跟文化可以变成学生 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让这么美丽的一个文化 可以在台湾族的这个部落里面继续传承下去 除了屏隆各地教师 也有在部落从事文化附赠工作的族人 因深感比里文化的思维 所以积极报名参加 他已经90多岁了 然后其实在我们部落这个口比里 好像一直没有再附赠起来 好像我们部落剩这一个老人家在 所以就想用这个机会 然后多多的学习练习 教师他其实只是一个百度的工作 他不一定要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如果认识了这一个 这个笔笛的课 笔笛我认识了他 我认识了他的主要的内涵涵养 我可以怎么样的课程设计 然后造就更多 未来很会吹笔笛的孩子 很会吹笔笛的青年 除了这次的笔笛文化教师营 11月也会安排学生笔笛吹奏体验营 透过学生自己亲手做 亲自吹笔笛 让这个结合工艺和音乐的文化 可以传承下去 原始新闻巴浪 评论来一上不到